其实我们会在一个世俗的文化里面 我们的难度很高 因为你每一天是浸在那里 你星期日回来听少少 你灵修 不过刚刚有十天 你又禁止了灵修 大部分情况下 你是接触着一个不同的文化 我们叫那个世俗的文化 今天我们要讲的少少 就是关于这个世俗文化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如果想简单地说 这个世界是说要卸东西的 但天国文化是说要卸东西的 你还记得有人向你传福音 即是四十年前 五十年前有人跟你说 信耶稣得永生 有些feedback 用来调整一下 谢谢 接着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 我本来生意很差 但现在我的生意回来了 听过这些没有? 信耶稣之后我的病好了 信耶稣之后我的子女现在有书读 还进入蒙恩堂幼稚园 大部分这些故事都在告诉别人 信耶稣有好处 于是我们很开心和人传这个福音 其实福音不只是叫你拿好处 不过我们有时觉得 如果我们不是说这个福音 未必那么吸引人 都是继续传这个福音 今天我和大家说 其实福音不是一个拿好处的福音 不过这个世界觉得这样会更适合 我们自己亦相信这样会更适合 所以很多人跟耶稣都打算去找东西 我就想用火柴来做一个比喻 你还记得火柴 有些人可能未见过火柴 有些人家里可能都没有火柴 不过我想大部分今天年纪的人 应该知道什么是火柴 我本来打算拿一枝火柴来 给你们看 给那些小朋友他未见过火柴 我看 我家里还有一盒火柴 我想拿一枝来挖给大家看看 谁知道一打开盒 只剩两枝 我就收起它 如果拿出来就少了百分之五十 那我就多剩无几 我喜欢火柴 最喜欢是那股味 即是你滑出来 你马上测一下它 不要浪费那股味 很棒 如果火柴濕了水 或者潮湿了 就说不着了 有时候你滑出来 或者说不正 那些火药包得不好 又不着了 那又要拿另一枝 越来越少 不过如果火柴只要来继续 或者收藏 其实就发挥不了它最有意义的地方 我想人生应该是这样的 人是点着了 用了 生命才有意义 不过这是一个哲学 这不是真实的价值 真实的价值 真实的价值就是 你一出生开始 你周围的人就告诉你 你要找世界 不要捱世界 于是有些人 一有BB就搬去九龙堂 如果不是很够钱 就搬去九龙城 也好些 因为这样就多些机会了 有个家长 小孩进不了心仪的幼稚园 他就说 哎呀 我投资这么多 搬到家 我每个月差不多用一万元 给小孩学东西 他要学很多种技能 包括牛津英文 你知不知道牛津英文 我说不知道 我的小孩学菲律登英文 他们现在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投资 还要上幼稚园入学试面试的训练班 目的是进到某间幼稚园 跟着是英俊的小学中学 跟着就名校 现在人们都不是在想香港 三大了 现在是在想真的去牛津 真的去劍桥 现在机会多 资源多 说到最后 家长就说 其实我不是有什么大的野心 我只是想他将来 不用像我们这样捱世界 这个似乎是很合理的东西 某程度上 这是中国人 或者东面亚洲国家的人 普遍的想法 就是想生活好一点 这样的想法 其实跟天国那套想法 是超不同 非常不同 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想想 究竟我们为何生存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 可能在座里面 不少朋友都有这类想法 我就想生活得好一点 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你以为我会不会想生活好一点 我也想的 我也想的 我也想保持某些程度的生活水准 最近没有了工人 我工人走老 我应该早点认识你们 你们这里有些姐姐可能帮到我 没有人帮我手 我发觉 生活是很不习惯的 我们很忙 回去还要做所有家头 小妹 还要服侍我 家里有一只狗 很顽皮 我经常回家要服侍他 我想想有这样的东西 有个人服侍 我想住这样的屋 我经常都想这些东西 某程度上是人人的需要 不过如果我摆太多专注 或者我散发出去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些目标 那就挺糟糕的 你想想最近Facebook 你在发布什么 吃什么 穿什么 去哪里玩 刚刚早两个月 端午节 听闻有些人很有计划 都不知道 他已经预定暑假 復活节 圣诞节 春年新年 去到復活节的机票已经订了 很有计划 因为这样会省到百多元 那些什么跑道税 香港人很有计划 似乎基督徒也是在这个想法里面 我们都是想有多些这样的享受 所以我觉得有些奇怪 看过这个三个型 这个就叫做需要的三个型 人有很多不同的需要 最底层的就是最新理上的需要 例如人需要食、住、穿 这些最基本 按照这个道理 人的需要这一层满足到 人就寻求下一层 下一层就是安全感 再上去就是归属感 需要被爱 再上去就是自信心、自尊 再上去就是自我实现 有另一个说法就是 人需要有梦想或者实现梦想 这是出名的心理学家的说法 大概都挺适合的 其实 不过 用在中国人或者香港人身上 其实又未必完全适合 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红色的东西 有没有? 红色是基层的需要 你也有的 是吧? 应该多于你需要的 不过我们的世界就是 我们继续保持 觉得自己很需要这些东西 又或者我们上到一、两级 不过有一段时间都未去到最高级 某程度上 香港是挺细型的世界 香港算不算是一个挺丰富的城市 当然 某些人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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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是非常不平均 但是比较在很多国家 其实我们都是很富裕的地方 中国呢 中国有没有一些已经生活得不错的人 都是有很多的 但是很多人都保持在低层次的学球 这个奇怪 可能我们需要有一个中国版的三角形 或者那个不是一个三角形 或者会是拿走上面的那些 我们经常都是保持在头的一、两个范畴 多些 其实我们呢 比起很多国家都富裕 但是呢 我们有很多最基本的 关心、分享 或者想付出的 这样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 很多人还是活在这个自我世界里面 这个是圣堂 讲到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讲一些不得体的东西 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个例子 也是挺值得引用的 有些人很怕去公寺 当然我在教堂 不应该讲一些公寺的话题的东西 不过这个是现实 反映了一些东西 有没有人去过公寺 见到上一个用完厕所的人 没有好好地清理的厕所 有些是他留下的东西 是吗 最简单的一个动作 我按一下冲水 他都不想做的了 留给谁做的 留给你做的 留给你做的 下一个用厕所的人 有没有去过家乡鸡吃饭之后 那些人会留下的餐盆 和食物 剩下的垃圾在桌面 我上个星期见到一个奇景 我和我老婆在那里吃饭 然后旁边桌 那些人全部都放了一个盆 一纳过去 有六张桌子 是摆满那些盆 是没有人清洁的 有个太太来 我刚刚走 她就很开心 坐在我那张桌子那里 为什么 因为我一向都喜欢 收拾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没有做多个应该做的东西 我只是做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不要把我留下的东西 令到别人麻烦 但是香港人 香港人很有财富 很有知识 但是连最基本的都不会做的 你说香港人是不是很有趣 我觉得香港在某程度上 是几低能的 是超低能的 你有没有乘过的士受气 我不敢冒犯 这里可能有人駕駛的士 我知道 所以那些人说 现在要有优质的士 其实香港真的需要有优质的士 很多人是没有服务精神 我相信你不是 很多人是觉得世界是欠了他的 虽然其实他已经受了很多恩典 或者很多机会 不过他总是觉得我不需要付出 这是今天我 我觉得是牢骚 我觉得信耶稣的人一定不可以这样 这个世界的人在说梦想 想像一下 如果我是出名 出色的钢琴家 我很小时候已经立此 在西湾可文鱼中心 那个三十人的房子 开个人演奏会 我小学五年级 我已经在那里 成功地开了演唱会 这个音乐会 包括我所有的亲戚 姨妈姑姐 他们都来 下一个理想 中三 我要在西湾可文鱼中心的 大剧院 开个人演唱会 的音乐会 我又成功了 中三我真的开到了 下一个目标 就是我要在文化中心 开个人音乐会 结果我中七 中六已经去到那里 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就应该在红馆 没错 应该在红馆 而这个目的 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 已经达成 来到的人 都很欣赏我的才华 然后就出去 立刻在那里谈 我要出去买他第三支CD 刚才去的第二支 就是第三支CD的第三支 然后有个妈妈 就刺了儿子的头 你快点用心弹琴 不是 经常都不练琴 你看看哥哥 就是他在说我 我有这样的才华 我达到我的梦想理想 带来什么的影响力呢 影响力就是有一帮人 他们欣赏我的音乐 影响力就是 可能有些钢琴老师 因为我多了一些生意 可能有些人 就多了一个节目 一年一次会来我的音乐会 就是这么多 我想想想这样的出色的音乐家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留下什么呢 我想留下的影响力就是 有些人就会 特别对我这一类型的音乐 有特别的形式和兴趣 就是这么多了 我又想想想 我可不可能做一个音乐家 可以贡献这个世界多少少的呢 除了令到人有一些娱乐之外 我想可以的 如果我弹的音乐 我作的音乐 是能够带出一个正能量的 或者是给需要鼓励的人得到鼓励 或者我作一首给刚刚有灾难的人得到一些安慰 那我的音乐就有意思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实在是有的 所以其实你有你的梦想 我就很想鼓励你 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梦想 或者是我们的能力 或者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影响力 能够带来给这个世界一些正面的影响呢 我就觉得人生这样才有意思的 用两个 两样东西做一个比喻 这个和这个 这个是代表着你有很多精彩东西在你里面 刚才我数过的那些 例如你的财富 有没有人你小时候穷过的 有没有人现在还穷着 有 有没有人小时候住公共屋邨的 甚至是木屋的 有没有人现在都住公共屋邨的 有 有 我想香港大部分人都是住屋邨大的 大部分人 我们在60年代 70年代 在那时候 很多人都是很基层的 特别是我的爹地妈妈 我太太爹地妈妈都是来自中国的 我们在香港出生的 我们都捱过穷 三百多尺一个单位 六个人住 加上狗 只有一间板间房 不是真的房 被我爹地妈妈霸了 我们就在那里这样长大的 有玩具吗 没有的 有什么牛樽英文 英里的头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这样很简单地长大 现在过了几十年之后 现在有什么 现在我有自己的 都算是自己的屋 有几间房 以前那间是白银 现在我有工人姐姐帮我忙 现在我儿女有机会读书 我们有很多机会 现在我都算是有辆车駕駛 以前我爹地的朋友 駕駛车駛车 我们去泉水湾游水 我已经觉得威得不得了 生活不同了 资源不同了 机会不同了 学多了很多东西 知多了很多东西 这些就是好像补盒里面的财富 我可以保持这些东西 在我里面 成为我的安全感 成为我的身份的象征 但是我比较喜欢做水喉 因为你保持东西 到头来 你带不走 到一天 你躺在棺材里 人们会怀念你 这个人以前很穷 现在都什么都有 你看他儿子有机会读书 他女儿识牛精英文 但是这些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影响 这些是我拥有的东西 不过如果我留下的 来到桑礼的时候 我的朋友会介绍 这个人以前是关心过的 这个人聘请过我吃饭 这个人陪我走过一段路 这个人说我知道我有希望 我觉得我可能未必抱着很多东西 但是我能够给到一些东西出去 可以启发到 鼓励到一些人 找到生命的意义 我就觉得我宁愿做一条水喉 没有人用水喉来装饰的 不过你可以开始考虑一下 一会儿去五金店买一条水喉 不过你不只是看到水喉 其实水喉也可以没有水出 所以我们经常说 我们很想做流通的管 就是给神的恩典透过我们流出去 这样生命才有价值和意义 这个祷告大概十多年前被留意 有本书写了很简单的内容和讨文 接着有很多人留意这个祷告 有没有印象 这个经文来自历代至上 有个人叫阿比斯 那本书就引用他这两字经文 他的祷告来写的 但他的意思是神是听祈祷的 所以神也听祈祷的 这本书就是鼓励人用信心去祷告 接着有一个热潮就开始了 就是阿比斯祷告的热潮 很多讲座 很多这本书的翻译版本 很多教会的专题都用这个讲 阿比斯是一个人名 他的名字就是生你好痛 因为他母亲生的时候很痛 所以他的名字叫生你好痛 所以他上学书就会叫他生你好痛 过来开播 他做功课 他的同学就说生你好痛 快点教你的paper 他就是这样的了 名字改得不太好 提醒了他母亲的痛苦 可能因为这样 他觉得自己命硬 所以他就这样祷告 他说神很想你帮我 便说减少我的痛苦 扩张我的境界 恃福我 整天都和我一起 保护我不遭患难 不受艰苦 于是神就听祈祷了 关于阿比斯 只有这么多 你都没有什么知道他的背景 你只知道他 就给他的兄弟尊贵 为什么他给他的兄弟尊贵 这里是没有讲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祈祷 也没有讲的 但是很奇怪 就这样两次经文 其实正经有很多地方 都是一些你不是很之前 不是很之后的地方 不过他就被人收出来 做了这个书 当年这本书是很好卖的 其中有一句 短句 就是最被人留心的 就是哪句呢 神赐福我 也不是这句 最多人引用的 重复引用的 就是扩张我的境界 你猜那些人在想什么 我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 看到很多人在想 就是神啊 你帮助我生命突破 你帮助我走到 你要我走的 我没有什么听见 不过大部分 说扩张我的境界的 都是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很需要扩张境界 可能也有些牧师想扩张境界 可能想教会法 都是正老的 但我想一下 这个讨告为了什么 这里没有说的 神听祂祷告 又代表什么 这里也没有说的 如果我们就这样抽 这样我们就会相信 这个神有求必应 就好像新年那时 我们不是贴那些 叫什么 辉春 出入平安 差不多 这个经文像不像 大家大利 什么鸿徒 大展鸿徒 就是我要法 神就听我祈祷 大概是这样 当然我不是说 这个讨告是没有意义的 只不过我找不到意义 我只能找到 留下给我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想神祈福他 于是神就祈福他 看完这个讨告 当年这个书很畅销 我就没有什么感动 反正我很有兴趣 看看 谁这么有兴趣 这个经文 多数都是生意人 我就想 挺有道理的 生意人都想发 不过我想引用另一个讨告 来比较一下 这是所罗门的讨告 三页纸 诗篇七十二篇第一节 开始 这里就是这样说的 神 你帮我 将审判的判断权兵给我 将公义给你的儿子 因为他要按公义判断你的子民 要用公平来判断你 困苦人 然后一直看下去 大概 意思就是看到 神 你帮助我 因为我便要有智慧和权兵去做判断 我便要帮助那些被人欺压的 和那些穷佛的 看到吗 那些字是蒙的 看到这些字吗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然后他便说 我的国家便要强盛 你让我权兵 我的版图和影响力 要伸展由海这边去到那边海 大河这边去到地极 矿野的人便要来拜我 我的兽籍便要吃泥 其他海盗的王便要来进攻 那些什巴西巴不是巴西 那些王便要来进攻 又要拜我 我国家要强 如果你只是看这一版 没有看刚才那一版 这一版都看起来 挺像亚比斯的讨告 即是我要发这样 不过看前面那一版 你便会发现 其实他要发 目的是要帮那些有需要的人 也挺合理的 看完第三版 这里有两个字 我便用黄色 打开它 因为 说完一大堆 我要发 为什麽呢 因为我要帮助那些穷的 被人欺负那些 被压诈那些 看完这个之后 便觉得 这个讨告 对我来说 我觉得 很有意义 如果我发 是为了我自己 那我拜哪个神 也无所谓 王大先求福 也可以 因为可能他听我祈祷 我便会发了 我想我们的神 和其他神 其中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他呼召我们 是要让我们成为人的祝福 由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不过大部分圣耶稣的人 不是这样看的 所以 新年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这些经文 一定认的 很多人都喜欢的 你可能都听过 神就要祈福你 新年喜不喜欢听这些话 神要祈福你 你就要居上不居下 作首不作美 喜不喜欢听这些 很合理的 特别是中国人 很喜欢法的 我想想 你一定要明白 究竟神要祈福你 目的是什麽 重新看到一个经文 这个创世记 神呼召阿伯拉罕 阿伯兰很有信心 然后神便赞他 祂说我要祈福你 给你子弟子多到海鲨 天上的星 我要祈福你的后裔 要敌党仇敌 十八节 这个又要强调 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这个就是最终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就不只是我信耶稣 神要祈福我和我的家人 你看现在我们一家都平安 No, no, no,你弄错了 如果你以为这是终极 你完全弄错了 神要祈福你和你身边的人 你的家族 并且透过你们令到万国得福 这是由头到尾的目的 你看耶稣呼召的门徒 一向都是说类似这样的说话 不过那些门徒一直都想着饿上法 还记得吗 进去耶路撒冷 耶稣就来被人出卖 那些门徒就很紧张 究竟将来他们有没有位错 接着西比泰的老婆就跟耶稣说 你死你事 你发达的时候 一定要关照我儿子 一个在你左边 一个在你右边 你看他们想的是这些 于是耶稣可能差不多 应该算他们一锅 不过他没有算 但是他就说了这番说话 如果我是耶稣 我就说 谁想做阿头 个个举手 谁想法 个个举手 谁坐在左边右边 个个都想举手 然后耶稣就这样说了 这个说话这样说 你们谁想大就要做小 谁想法就要做仆人 那些人都听不明白 不巧听 耶稣说我的杯 有没有喝到 西比泰的老婆说 他说他说的 啊 断肯 断肯 她们都不明白 耶稣说你不明白 我的杯是什么杯 那个是一个谦卑的杯 付出的杯 今天老友跟耶稣几十年了 我都知道你在这里坐了很久 这未必是好消息 这个消息我都要说 这个消息就是跟耶稣 是要学给的 是要放下自己的 是付出的 是令人得福的 还继续吗 可能有些人会被盖牌 未必想玩 所以到最后如月节晚上立圣餐 耶稣最后都要用绝招 周辉 拿着脚 记得吗 耶稣帮他洗脚 其实就算出这招 门徒也捉不住 也不明白 所以我们应该买一个什么福音 便宜的福音就是 神要祝福你的后裔 有得吃 有得穿 一定发达 这是便宜的福音 其实福音不是便宜 福音是贵的 福音是要背十字架 是一个牺牲 是一个付出的福音 是一个尊贵的福音 至于其他的需要 一早耶稣已经说了 那些是一向遇到的 你不用为那些担心 烦恼 反而要求神的国 神的义 好了 现在分组时间 现在两人小组 请你告诉旁边的朋友 如果神的国 来了石劫未来九龙堂 你会见到些什么呢 如果神的国来了香港 你想见到些什么呢 你猜会见到些什么呢 现在请你和旁边的朋友商量一下 现在请你和旁边的朋友商量一下 有人没有没见到 你们可以看到 今天所有朋友们 都是您 不可能 而旁边的朋友 你们能不能再来 ic三好 我可以买到 那你想让这个人